我說實在這些被害人 唯一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說 他把整個性侵或者是性騷的 那個整個過程有沒有 描述得相當具體 你今天如果描述得很具體的話 今天不是說一定要我性騷 性侵 一定要有事證 像我們以前講說 你還拿出證據來 你不能口說無憑 問題是他今天的描述 包括Nono的那個身體的特徵有沒有 他都已經描述得很清楚 你今天如果沒錢沒錢 我怎麼知道一個男人 現在阿官你怎麼知道 我身體有什麼特徵 你知道鍾小平有什麼 如果他講對了怎麼辦 法官怎麼知道 小洪老師說的真的假的 難道還是要證物承上來嗎 沒有 要驗啊 要驗喔 對 以前常常講說 他講的性特徵在哪裡 身體特徵在哪裡的時候 真的要去驗喔 當然那個檢察官都說 把他帶到旁邊的小房間裡面 衣服脫下來 褲子脫下來 什麼東西脫下來一看 是不是 對啊 你今天有所謂的特徵的話 當然是不是相符嘛 所以你要講說 這個女的講的描述的東西 是不是跟真的事實 情況有所差距 這都可以作為論證的依據嘛 警戒稍微焦點 帶你來關心的是 NONO在今天早上 遭警方約談之後 現在已經移送北檢覆遜 那麼司法界的朋友都說 恐怕難逃被關的祕運 學位 當然NONO這一次的話 我覺得他是凶多吉少 因為為什麼 凶多吉少 那個被害人三十個 對不對 我說真的 那三十個裡面 用海撈的 至少你也可以沉案好幾個 對不對 你說你說沉案只要一兩個 而且這中間還恐嚇吹哨人 對 你知道嗎 那個小洪老師 他現在一開始的指控是說 NONO當初就是 對他伸出賢豬手盤 對 伸出他衣服裡面 伸出他裙子裡面就開始 我說實在 這些被害人 唯一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說 他把整個性侵 或者是性騷的那個 整個過程有沒有 描述得相當具體 你今天如果描述得 很具體的話 今天不是說一定要我性騷 一定要有事證 像我們以前講說 你還拿出證據來 你不能口說無憑 問題是他今天的描述 包括NONO的那個 身體的特徵有沒有 他都已經描述得很清楚 你今天如果沒台沒錢 我怎麼知道一個男人 現在阿冠你怎麼知道 我身體有什麼特徵 你知道中小洪 如果他講對了怎麼辦 阿冠怎麼知道 小洪老師說的真的假的 難道還是要證物成上來嗎 沒有 要驗啊 要驗喔 對 以前常常講說 他講的性特徵在哪裡有沒有 身體特徵在哪裡的時候 他真的要去驗喔 當然那個檢察官 把他帶到旁邊的小房間裡面 衣服脫下來 褲子脫下來 什麼東西脫下來 一看是不是 對啊 你今天有所謂的特徵的話 當然是不是相符嘛 所以你要講說 這個女的講的描述的東西 是不是跟真的事實情況 有所差距 這都可以作為論證的依據嘛 好 那最重要的是 我就覺得說NONO這件案子的話 不知道是旁邊組隊友 很多還是怎麼樣 小洪老師不是去控告 提出控告嗎 竟然有人還去恐嚇他 還署名說是太陽會耶 對不對 你說你是黑頭 最近太陽會很紅喔 什麼事情都 太陽會的假冒他的名稱 是假冒的嗎 還是真的 我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因為這有待遇檢調 會繼續調查 你看 我們看到這個 他給你個消息 天道蒙太陽會的人 已經會去處理你喔 而且 價錢談好了 價錢也談好了 等著人家自由性行為 管你屁事 想紅嗎 對啊 所以人家講說 你看 你自己就這麼乾淨嗎 等著你的黑雷屎被爆料有沒有 反正就在恐嚇人家了啦 對 這就是恐嚇嘛 而且他是因為黑道的話 大家會怕嘛 因為那個 很容易查吧 既然有對話紀錄 對啊 IP有查得到啦 IP 搞不好也是境外的 不一定啊 搞不好是不是真的 太陽會都不知道嘛 接下來還有那個什麼 查出來說是豬海軍的閨蜜 還跑去恐嚇他 騷擾他對不對 所以跟你講說 這個是最佳一等你知道嗎 所以性侵加恐嚇 對 因為檢察官或法官在審判的話 審理這個整個過程之中 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恐嚇這個 這標示NONO真的有做 這不是最佳一等 所以我才說 這附近身邊的朋友 是不是都是豬隊友 那我們講說 今天NONO到那個警察局 這個富幼隊去接受偵訊 那偵訊之後 他會送到北檢去復訊 那復訊的話 檢察官就會根據說 你三十個被害人所提出來的一些證詞 或者是指控對不對 我主意主意跟NONO來詢問 對不對 你認不認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 大概就是 今天大概問是這樣 那你說今天會不會收押 我是覺得說除非有很明確的市政 他今天就會被收押 如果沒有明確市政的話 他就問你認不認 那不認的話我們再來查 對不對 為什麼 我就講說其實之前有很多人 我常常說男生大頭管不住小頭 你要真的要付出代價 真的我沒有跟你騙 你要常常提醒自己知道嗎 我一直都是以這個為準則 所以我跟你講像以前 最最有名的就是情緯 情緯 情緯那個時候 他被那個一個造型師叫賓小布 有沒有 都叫他坐在家裡面 去做頭髮 那個髮裝 那趁機就把他性侵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他就跟跟他講說 你看後來那個賓小布 一控告之後 要出來之後八個 八個 對不對 而且你看他八個 他去查了之後 裡面竟然有三個 是確認 兩個未成年 只有一個是成年 所以三個是確立立案的 那一立案之後 合併執行多少 七年八個月 所以情緯後來被抓去關 對不對 而且這個指控 當初他也是指控 那個賓小布講得也很清楚 他說他把他帶回去之後 趁機把他強壓在床上 對不對 而且他整個過程也是描述得很清楚 其實你知道 描述得越清楚越詳細 當然對那種被害人 很多被害人受害者 不敢出來 就是怕面對第二次的傷害 那可是你講得越清楚的話 檢察官跟法官的確定認罪的話 是越清楚 對不對 而且之前還有人被害人出來講說 這個情緯有那個處女情結 你知道他謊言理由多少嗎 他竟然跟有的女孩子講說 你信不信白龍王 因為那時候白龍王很清 很有名 秦偉過去也經常在購物頻道 賣白龍王的商品 因為他常常跑去拜白龍王 對不對 他竟然跟女生講說 你如果信白龍王 那就第一步就落入他的圈套 為什麼 他說白龍王告訴我說 我最近太少了 要採陰捕陽 所以你要來配合這個 白龍王也會保佑你這樣 這種謊話女孩子也相信 很多女孩 你不要以為這樣 那是因為你經歷社會歷戀 很多剛出社會的小女生 你意思說我比較老了就對了 不是比較老了 比較有智慧好不好 好 管理看來有智慧 對 好 你看 包括白龍王他也可以多理由 做到什麼身體不好 他還需要能夠跟女孩子 做這件事情 就以前那個歡喜佛 什麼雙修 各種理由都有 而且我剛剛不是講說 他有處女情結 因為他有一次是餵那個未成年 他喜歡騙那種未成年的 騙了之後 做了之後 他竟然問他說 你怎麼沒有流血 沒有落紅 後來那女的到浴室之後 跟他講說 他流很多血出來 你知道那個情緯竟然跑到廁所裡面 竟然就憤怒 還在去裡面看 你不覺得這個實在是無恥到極點 這種已經抓去關了 對 應該會抓去關 對 應該 對不對 好 那我在講說 還有一個很有名 豆島牛成澤 豆島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豆島也判了四年對不對 他是強制性交罪一樣 不是 因為豆島這個 比較誇張一點 是在他的法院工房裡面 他從一開始就錯了 你知道嗎 他性侵那個女孩子 給他講的 而且那個女孩子很聰明 他性侵完之後 他馬上去驗傷 而且在他胸口有沒有 驗出那個豆島的那個DNA 你沒問題沒問題 你的口水怎麼會去 滴的人在胸口對不對 而且他那個大腿內側有瘀傷 還有那個有撕裂傷對不對 所以他有一些很明確的證據 而且他在那個法院工房的時候 其實牛成澤一開始就跟他講說 要跟他和解 拿六十萬要跟你和解 你看你和解的話 這其實在法官認定說 你主動想要和解 和解就等同認罪是嗎 應該是 在法官的認定裡面 新證 不然你怎麼可能 對 不然你沒錢沒錢 怎麼可能一開始我就說 我要跟你和解 而且六十萬還不夠 那個女方拒絕之後 她竟然還加碼到兩百萬 所以你看 你會急著要跟對方和解的話 當然第一個理由就是 當然講說 我要能夠求取輕判 那可是你看人家覺得說 你有和解你有誠意的話 是不是法官會常常講說 你有悔意對不對 那可是他從頭到尾都不認罪 他一直跟法官強調什麼 他跟這個女孩子有沒有 就是那個女粉絲 在家裡面出現這件事情的話 他們是什麼 他還用一個很唯美的形容詞 他說他們兩個叫做愛情的開端 你情我願的 對 你情我願對不對 而且他說那個女孩子沒有什麼 有強烈的抵抗 所以他覺得說 你沒有強烈抵抗就表示你 好像半推半救 所以他就順水推之後 一直做下去 哪知道 法官後來覺得說 你這個狡辯之質 為什麼 你說你是愛情恋愛的開端 我接案例告訴男人 以前男人都說 女人說不要就是要 不要就是不要 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很多觀念要徹底改變 現在密兔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說很多人的花招 全部都攤在大家大眾的眼前 有沒有 這種東西我說真的 你真的要尊重女性 就像阿嬌說的 不要就是不要 你不要每次都講說 告訴人家講說 他說不就是賣 對不對 哪有那種事情 你不要每次都講說 你不要每次都講說